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美国德州阳光地产的broker 炮董龙大仙 非常高兴今天跟大家继续介绍我们阳光管家团队 关于我们德州的房屋的出租以及管理的视频介绍 今天呢 特别跟大家介绍就是说这个租客入住的这个程序 以及入住以后的后续的工作 那么房子住之去以后呢 我们会首先签约 签约签好以后呢 我们下一步就是要入住 这个之前的工作呢 基本上包括就是签约以后 我们要收上来这个客人的这个押金 在我们德州一般来讲是这个押一负一 就是收一个月的这个押金 然后一个月的房租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客人搬进来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做五检 就是说保证我们的房屋是准备好的 卫生状况 房屋状况 没有没有需要大的维修等等这些 我们要确信房屋是准备好的呢 另外就是说水电器 之前都是我们帮这个客人来做这个介入 用公司名移介入 那么在这个租客帮进来之前 我们要做一个衔接 就是说这个水电器所有的名头 要这个及时的转到租客的头上 那么入户的手续呢 就是说一般在这个交接钥匙的时候呢 我们会跟这个租客 一般会有一个在房子的面对面的交接 可能介绍一下房子的大概情况 这个房子的一些电器的使用情况 以及这个房屋状况的说明 面对面的说明 另外就是说把这个钥匙啊 以及这个车库遥控器等等 这些东西移交给这个我们的租客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会让这个租客呢 来填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就叫做这个房屋状况的认可书 这一共是三页的文件 当然不需要当时客人就填好 这个是一般我们是要求这个客人入住以后的 7到10天之内 把这个表格呢及时的访还给我们 这个表格呢就是比较细致的 从外边的情况一直到室内 甚至于厨房厅 主卧 次卧 卫生间 车户等等 从里到外的这样一个 每一个区域的这个房屋状况的说明 如果是之前有的问题 那我们租客呢可以 比如说地毯 有一块是这个没有清洗掉的红色的 那么它可以在这个状况 这个认可书里边呢就标明 在这个房间的西南角有一块红色的这个印记 没有清洗掉 那么这个是之前就有的 它可以这个贴上去 然后做个认可 那么呢我们作为房东呢也要认可 因为这个是之前 这个之前的损坏 因为这个牵扯到之后 这个诸位到期 比如说租客要搬出去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还要进行最后一次的交接 就是搬走之前的交接 那么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拿着凭这个 这个房屋状况书 这个认可书 一年前签到这个认可书 去当面对质 如果是之前的 就存在了这个这些状况 那么我们就这个东西就是 不是这个客人所坏的 那么之后的东西 我们发现有其他的问题 那么就是这个房客造成的损失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凭证 我们就凭着这个文件 我们就可以这个扣取 做相应的维修 或者让客人做相应的维修 或者后期呢我们做维修 然后呢从这个 我们租客的押金里面呢 做一个相应的扣除 所以呢这个文件是非常重要的文件 也就起了这个 这个这样一个作用 这个是认可书的第二页 我们一共是有几页的说明 就比较详细的 这样一个说明 那今天呢 介绍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最后一个slide是我们 那个阳光管家的联系方式 屏幕下方是我们的客户邮箱 info.senetpm.com 以及我们的中国客服的免费直播电话 电话呢 号码是950-403-8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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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我们客人呢 在中国大陆拨打的话 用您的手机是免费拨打的 非常感谢收看